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讲一讲SM9B先咯 SM10我们等下再讲一讲 SM9B大家最期待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草的蚊子 其实它不是蚊子 它是Feral Mossa 就是这一只 这一只瘦瘦的这个 它才是主角 因为它是在前面 它的名字在前面 所以它是主角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啦 然后 这蚊子跟之前的蚊子是差不多 不过它变成草属性跟260血 然后它的攻击第一招是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就是打30后面是30 然后它的第二招是打190 然后下一回合这个攻击变成60 就是这个攻击变成60 所以你只能用一次 你一次过后它就变成60的攻击 所以之前的是打160然后不能用那一招嘛 是不是 这次的是它打190 然后下一回合你再用这个招数的话就变成60 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会想到什么 异兽环就是Beast Ring 又会起家 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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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GXQ是很厉害的 就是它打50 然后如果它有7张 多7张的能量 就是总共要8张 如果你打50 你打死对方的话 你可以拿多1张Price 如果你有多7张的话 你打死对方的话 你是拿多3张Price 所以如果对方是GX的话 你一打死它 你直接拿5张Price 是不是很过分这个东西 但是它的攻击只有50 所以你要怎样把拿50的攻击去打死人 这个是一种技术 就是你要慢慢铺场之类的东西 这东西在日文版是主流 当它出在英文版的时候 它也是会变成主流 还有就是大家会很好奇 就是 日文版SM9 我们不是SM9面为什么不一样的 我们是延迟日文版的一个系列 就是我们的SM8是他们的SM7 我们的SM9是他们的SM8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它们在出 然后它们是 为什么有分AB 因为日本它们好像是每个月都会出新的 我们英文版是三个月出一次 所以他们会把A跟B的日文版合起来 变成英文版的一个9或是8或是7 就是一个系列这样子 所以大家新手们 因为之前我有看到很多新手去问我们的店长 就是店长都会回答跟他们讲 就是现在告诉大家就是有这样子一个东西 日文版出了 我们要等一段时间我们才会有他们的卡这样子 所以我们继续 说我们继续看看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其实大家想想不想看呢 从来没有去玩人 没有人去玩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还去看看他的技能好不好 还有他特性 一回合一次他特性 你可以丢一次硬币 如果是head的话 你可以找 牌组里面一个进化 这个绿毛虫的进化性直接给他进化 如果就是你要fade a coin 直接给他进化 没有讲几时 如果你一开始第一场你fade a coin head就进化了 然后这个他的特性也是一样 如果你打之前就是一回合一次啊 你fade a coin head的话 找他的进化 然后直接进化 就是如果你这个head 这个head就进化了 然后他这个帕达叠叻 第一招可以找三个basic Pokemon 直接 三个basic能量卡 就是基本能量卡 直接给你的 Pokemon 随便填 其实蛮强的 他的这个 他的一颗能量然后直接可以填 从牌组里面找三颗烂填 但是你要最快就是要用这个东西 进化进化再进化 然后第二招是打起始 很普通 通常是用第一招 这个东西有的 应该是有的玩 就是 组一组那种比较好玩的卡组 不是主流啊 不是打比赛的那种 就好玩的卡组应该可以拿来玩 就是看你的 运气 看你有没有服Apoco马路 如果你有服Apoco马路的话 你fake head再fake head再变这个就可以很好用了 这些 这些就算了 这些不用看了 这些 这些是出个意思吧 没有人用了 真的是可怜 这个 之前是刚系的 现在变成草系 因为他们其实是在 game 里面是有两种属性 所以他们会出多另外一种属性 这个东西是 这个 UltraB是10加 如果你有刚好有四张奖励卡的话 这个加120攻击 就是打130 就是跟之前那个蚊子一样 只不过这个是自己 如果你自己有四张奖励卡的话 打10040色 这个是蚊子的 小型蚊子版 然后第二招是fit ahead 对方直接剩下10血 蛮强的这个东西 它的攻击 你丢一次硬币啊 对方直接剩10血 是吧 放到对方剩下10血 你可以配那个 SM1还是SM2 我忘记了 那个wiktini 你可以fake a coin 如果Q的话 你可以再fake多一次 哇 这个东西可以玩 这个东西可以玩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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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大家很期待的 就是这个水剑鬼 超强水剑鬼 对 大家看那个6有开过嘛 是不是 这个超强水剑鬼 然后它的特性是攻击减30 对受到攻击的话就减30 然后它的攻击是 你可以把你场上后排跟 或是你他自己的那个水的能量 放回去卡组里面 一张乘60 这个东西是很强的 它配回那个 它SM9处的那个玉主的那个水剑鬼的话 是很强的一个东西 一张60 你想一想 如果它46 24 四张就已经是240 然后它的GX 你可以从手牌填你的水能量 多少张都可以填完 随便填随便填 就这样子 这个应该会有很多人想收 因为蛮帅 蛮好玩的 然后其他这些就 嗯 我看它很搞笑的东西 这东西 100层 你要投3次硬币 然后你一次head就打100 如果它全部都fake到2的话你输掉 这是自杀卡组 超好笑的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蛇 蛇的话 没有什么特别 所以我们 直接skip掉它 我记得这个好像很强 叉字符 叉字符的特性是 如果你进化的话 它从手上进化的话 这个无敌一场 然后它的攻击是打60 然后对方中毒 然后 between turn 是扣40 就是来回 n turn 是40 本来扣毒是10 那between turn 是扣40 蛮ok的 这个就是 给那种 比较不想花钱的朋友 可以来玩 因为它的是三个 那个 colorless 就是无色能量 所以 蛮好玩的 而且它retical是0 一进化就无敌 然后退化再进化 进化再进化 因为它们的退化墙 会reprint 就是以前sy的东西 就是退化的那个光线枪 它会再出 如果你可以配合这个的话 你退化再进化 退化再进化 你一直无敌 蛮强的 这东西 如果你这样子 还配配合打的话 退化再进化 这个催眠 heb no 如果这个死掉的话 你fade aqua head 然后对 你可以 bang goose 对 没什么特别 就是如果它死掉 你可以fade aqua head 你可以选对方一个出来 嗯 飞舞 飞舞 没有用了 然后还有这个 鹿鹿岩 鹿鹿石 它的攻击是 三颗能量打100 ok嘛 蛮不错一下的 才能打100 然后它的下面攻击是180 然后 ok 对方多少个retreat cost 就打 就减30 所以 如果对方的退飞越多的话 它的攻击就越少 就 嗯 麻麻地这样 普普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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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这个 shatakata shatakata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 如果对方是三个price以下的话 这个pokémon会变成200血 哦呦 我是很特别 这样哦 然后 他打110 fake到2为止 一个head的话 就 丢对方的 上 牌组上方一张牌 如果你一直fake5次head 你就丢他5张牌 这个就是破坏卡组的东西 他又来了 一定会有人去玩这个东西 因为很喜欢玩 有蛮多人喜欢玩这个破坏卡组的一个东西 然后 这个是我们peter哥 就是我们店长 期待的东西 就是鲁卡组 参 美路美塔 喵喵喵 喵喵的 对 他的攻击是打50 然后你可以从牌组里面找 天能量一张 填给你 填给这个pokémon 所以你如果一给他双5 你就可以直接填一张 然后就变三颗 打50变三颗 然后你下一人手牌 在天就打150 比较普通啊 但是他这东西最强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最强就是他的gx 大家是不是觉得 不懂的人 不懂他gx是什么 对不对 他的gx skill就是 他用了过后 到你这个游戏 这是你跟对方整个游戏结束为止 你的所有铁pokémon 受到攻击是-30 这个东西是超强的 如果他有多一颗能量的话 你还可以丢完对方所有的能量卡 而且他是双5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一开始你走第二个回合 对不对 你给他双5 你出他的gx 你后面的所有的回合 你的铁pokémon 全部顶30 是不是觉得很强这个东西 我真的是觉得很强啊 而且他配合这个美路美坦的话 就是这个妙美特的话 是不是 妙美特特性 上次我介绍过 那我开箱的时候 他的特性是-30 如果他出了他的gx的话 他就顶60 你再给他一个铁盘的话 他就顶90 顶90 你要怎样打死啊 很难打得死 所以铁哦 在未来我觉得 可以有可说 可说制裁 对 还可以 可以玩呢 我觉得应该会有人去玩 我觉得很不错 真的 然后三头地鼠 三头地鼠 是什么 呃 全部攻击 打你的 全部你的铁pokémon受到伤害减10 就是打个 比如你用了这个 这个这个的gx嘛 是不是 然后你在场上你有一只这个 对不对 他就变成你全部顶40 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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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我 这个 呃 给我看看他的技能啊 哦 他的第一招跟那个 你们记得那火鬼吗 火鬼是你打 不容20 然后如果对方攻击你 他就吃80 是不是 他的这个上面那一招跟他一样 如果你打80 下个回合 这个 这个pokémon受到攻击的话 对方的active pokemon吃80血 然后他的第二招是打160 然后下个回合不能攻击 蛮强的 这东西 一百七十血 如果你有那个美路没弹的话 你进化到他的话 你很难打死 人家打你他就吃血 人家打你他就吃血 哦呦 铁 铁属性的路卡利欧 第一招打四蛇 第二招是六蛇甲 如果他有pok2的话 如果他这个回合 你有给他工具卡的话 他打多70 就是130 哎 蛮强的 你知道他怎样玩吗 他是玩之前有一个 好我怎样讲 之前有一个pokémon 他是铁的 我忘记叫我名字了 呃 我去google 然后我就贴在那边给你们看 好不好 那个东西 他的特性是 你一回合一次 你可以把你的一个 那个什么 工具卡拿上手 你可以把你pokémon厂上的工具卡拿上手 这个东西可以配合他 这个路卡利欧可以配合他 因为他的招数是你可以把工具卡填给他的时候 那一个回合他打130 所以你每个回合都可以这样子打130 哎蛮好用的这个东西 然后他可以配配合那个 我们又讲了 又配合这个的话 他顶多30 我来30 他变成160 哎呦 我觉得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 这个东西 呃 对方他特性是对方所有的GX跟EX 对方如果有GX的话 这个GX或EX的话 他的退费是零 然后他的攻击是30 然后后面打后面两个30 打对方后面两个30 就是杀杀场了 不过他的费用太贵了 我觉得 所以应该没有什么人用 他有出普通版的 路美坦 普通版的欧 他的特性是一回合一次 你可以丢一张铁的pokémon 然后你可以Q100血 哎呦 很难打的死 这样子 你知道吗 就是哦 如果你有放的铁盘就180血 你有开那刚才那个GXQ的话 就210血 210血 他很难死嘛 对不对 除非你可以210打死他 不然的话他每一回合 就可以Q100 哎呦 很难打死 你看铁的pokémon就是 他们有 就是出support support这样子 很强耶 加上他们这个的那个 在日文版的这个booster 叫做Full Metal War 就是 满的铁枪 满的铁枪 对直接翻译 满强耶 其实真的 然后还有这些 这些怪怪的东西不用看了 这些 没有人玩的了 如果有人玩 那个人真的是 没关系啊 我送你一些卡 哈哈 这个猫猫 猫猫的话 没有什么用也是 然后这个大猫肥猫 肥猫 肥猫是 肥猫可以玩 肥猫我可以放进去我的那个 耍流氓的那个卡组 他的第一招 我打三十 然后 呃 对方 盖着牌给你丢一张 就是 你可以选择对方一张牌丢掉 不能 不看的情况下 丢掉对方一张手牌 然后如果你是这个回合进化的话 就是你从 从他的身上进化的话 你从小猫进化成肥猫的时候 你可以丢两张 对 你可以丢两张手牌 好用耶 这个 我可以玩那个 那个什么 我可以玩那个 放那个 我的熊猫卡组 然后加强一点 不错嘛 还有可以破坏手牌的东西 这个 叫什么 Cless D 这个的那个特性是 只要他在你的Active Pokemon 对方的GX Attack 跟Damage 他会防完对方所有的GX Attack 很强耶 很强耶 这个 就好像有些GX很强 就好像那个谁啊 呃 皮卡丘 那个皮卡丘跟杰克罗姆 如果他在你的前面的话 对不对 对方出GX的话是没有用的 他保护你场上所有的Pokemon from 那个 对方的GXQ OK嘛 这个蛮好玩的 然后他的攻击是打110 然后移一个能量去你后排 然后他的GXQ就是 就是 算你的奖励卡 然后放去你的手牌 然后再把那个 奖励卡有多少张再放回下去 就是换 整套的那个奖励卡换掉 可能有五张 你五张上手 再把牌组上方再放回五张下去 嗯 有点OK的 OK的 就是看你玩什么卡组 这个就是 退化枪Zek 他不是reprint 这个是新的 他是退化枪Zek 选一个你进化的宝可梦 退化 然后放回去卡组 就不能上手 以前的话是不是 以前的是退化再放在手 现在的话 他为了公平 公平起见 你知道吗 就是 不要给你这么的 一直用到这么泛滥 是不是 他们就公平一点 退化了过后放去卡组里面 OK啦 其实 现在找Pokemon的卡这么多 你玩一个Niddle Queen 就可以一直重复用了 所以如果你要玩那种 一直进化退化的卡组啊 你可以配合什么 就是配合你的那个Niddle Hold 就是放Niddle Queen进去 这个 异兽的工具卡 真的是给异兽用吧 这个东西 如果你有六张奖励卡 就是你没有拿过奖励卡的话 然后 对方是GX或是EX 打死你的话 如果你有六张奖励卡 然后对方的GX或是EX 被你的攻击打死的话 你可以拿多一张奖励卡 就是他可以配合刚才那个蚊子 刚好那个蚊子 他用他的GX50 他打死对方一只GX 他可以一次过拿六张Price 整个就是one turn kill 一个游戏赢了 这个很讲skill啊 因为你要怎样把对方消耗到死血 有啊 你可以配合这个 就是你玩这个蚊子嘛 是不是你再配合这个 这个玩蚊子再配合这个 然后你玩那个工具卡玩多一点 然后你这个用他的技能 一直flip coin flip到对方的一个GX 剩下死血的时候 然后你用蚊子用GXQ开出来 然后你就直接赢整个游戏 是不是 是不是 因为GX是拿两个Price 然后蚊子是 看看清楚先 confirm一下不然给人家骂 take one price card 对啊 拿多一张Price card 所以他的如果他讲 有多一颗能量的话 是拿多两张Price 直接变成三张Price card 就是instead of one 就是拿三张 你再加该那个 呃 该那个工具卡的话 就变成 呃 如果对方是GX嘛 是不是 他就两张Price 再加你三张Price 就五张Price 五张Price 再加这个工具卡的Price的话 就变成 呃 六张Price 对 除非对方是Tag Team啊 对方Tag Team被你打死 你不用工具卡 他就输掉了 三加三 整一六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Metal Quote Barrier 他是 呃 如果你的铁Pokemon 插着这个东西 你会减少七十血的 不 你会 对方攻击你会少七十 就是你可以顶多七十 所以如果你配合刚才的那个铁的那个GX 那个顶三十 再加这个 顶一百 再加该那个地鼠 你可以顶一百一十 然后再加那个 如果你是玩那个Metal GX的话 顶多三十 所以你可以顶一百四十 是不是 但是这个用了过后 你的 Anton要丢掉 就是 嗯 你用了过后对方Anton就要丢掉了 就是 你你你你你填了给你自己的Pokemon 过后对方攻击了你 这个东西就要爆掉 就是这样子 就算他没有攻击你 他还是要爆他 因为他讲 Discard this card at the end of your opponent turn 就是你只能维持 你的回合 跟对方的回合 这样子然后就爆掉 还是很强 如果你场上只有一个Pokemon 然后对方就会打死你的话 是不是你可以给你那个就快 你可以给那个对方 你知道对方会打死的那个Pokemon 然后你就可以保护他 这样子 我觉得不错 这个 这个什么 阿公 阿公是什么 During this turn Damage from the attack of your Ultra Beast isn't effect by any of your active Pokemon 哇 这东西很强 你有什么用啊 如果对方不是 你们知道有一些卡 他们出了的Skill 会变成 无敌的嘛 是不是 或者对方是有讲防Basic 防GX 防进化 很多那种防这个防那个 是不是 然后 如果你用了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个任务卡 你用了这个任务卡的话 你的异兽Pokemon 打对方是喘的 就是他讲 他打对方的时候是不受任何影响 就是就算他防什么都好 你打下去他还是打到 OK阿 这个不错耶 这也是很多人期待的小蓝 因为他的他的那个拳图太美了 所以应该会有点 加钱 所以大家如果我们那时候 出SM10的时候 你们抽到的话 记得收起来哦 这个东西就是 如果你场上有特 你的你的Pokemon有特性的话 不能使用这一张东西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你的那种 Basic啊 你有玩Giraji啊 这个的话 是不适合放在Giraji的 因为如果你有Giraji的话 这个东西是用不到的哦 然后这个东西用的话 是你可以从里面 你从你牌组里面 找两张的Trainer卡 给对方看 然后放上手 很强 这个东西真的很强 这个东西真的很强 如果你一开始 你的Pokemon 是进化型的特性的话 对不对 你的Pokemon是进化型的特性的话 就是你进化了才有特性的话 这个东西是很强的 因为你一开始 你的Pokemon没有进化嘛 是不是 你用这个找两张 找什么糖果跟Ultra Ball 你直接进化哦 是不是觉得很荒唐 我的那个霸王花卡组 那个日本的那个高手 他玩 他就是放这个 放四张 因为他的走路草 是没有特性的 他放走路草 他就直接开这一张 拿糖果跟Ultra Ball 第二回他就进化了 不管 他直接进化 是不是很强 这个东西 会用啊 很期待 还有这个 这个是 丢两张铁能量 然后如果 你有 就是 丢两张铁能量 然后 把一个Trainer Card 从你的 墓地里面 放去你的卡组 怎么叫无聊 这东西 这东西你丢两张铁 然后从你牌组 丢一个 然后放去牌组 好无聊 这东西真的是 有什么好用哦 他是讲任何的Trainer Card 所以包括 Stadium Item 都可以 怎样讲 微妙微妙哦 这东西 因为你可以放工具卡吗 可以放道具卡吗 是不是 好像改那个 就好像这个东西 你用了你会丢掉 你拿不上手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 放进去 放进去你牌组里面 然后你要再抽过 这个东西也是很强 这个东西是专给小人卡组 或是那种 GX没有特性的人玩的 就是 所有的GX跟EX 没有特性 如果 他在场上的话 Tapu Lele Gardivoid 然后 美陆美坦 所有的那种都会 都会变成特性灵 Kosong 特性灵 对 很强的东西 然后他们有 Reprint Ultra Ball 不同的版本 的HUD的版本 然后还有 Reprint 那个 E-SOUL环 然后 还有Reprint 铁盘 还有Reprint 阿塞罗拉 对 这阿塞罗拉好像是 英文版已经出了 他好像是在那个欧洲大赛里面拿的那个Promo卡 好像是 我记得他们那边有拿到Guzma 就是Guzma 那个另外一个画风 所以我们SM9 SM9B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很不错大家 我觉得很不错 所以 SM10我在下个video在做 因为我怕太长你们会看到很闷 所以 下次我再做SM10的给你们看 就是 卡有什么特性 然后有什么好用的 然后可以配合什么 就是简单的给大家分享分享一下咯 然后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 再 可以让你的朋友看看 需要的朋友 需要知道效果的朋友 看一看 然后 订阅 打开小铃铛 所以 拜拜了